大家好 我是小和 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八节 这一节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qliteed他的使用 qliteed其实就是一个文本输入框 他的使用场景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QQ他的一个登录窗口 这里呢 其实就是两个文本输入框 对应我们Qt里面的空间的话呢 也就是qliteed这么一个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Qt帮助文档 对qliteed他的一个介绍 这里呢 就是关于qliteed他的一些详细描述 然后还有他所有的接口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多接口 一定是蒙圈了 其实呢 大家也不必去记住他 常见的接口的话 我们多用一用的话就习惯了 应该就能认识到 然后不常用的话呢 在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再去查找 这样的话呢 速度也是很快的 然后我们来啊 我已经写好了一个例子 我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真的就是一个qliteed的使用的一个例子 这里呢 有大家可以看见这个编辑框里面呢 有一串淡淡的制服 这个呢 是在qtqliteed的里面啊 称为回弦制服 不叫回弦制服啊 我们看一下说错了 应该就有一个接口 叫setplace 这个是叫站位 站位的文本啊 placeholder text 站位的文本 不叫回弦制服 然后呢 这里面 这上面四个编辑框呢 都显示站位的文本 然后最后一个编辑框呢 啊有一个icon 当我输入文本的时候 我点击这一个叉叉 变回清楚这么一段文本 然后上面四个编辑框 我现在输入一二三四 然后第一个编辑框呢 就显示一二三四 第二个编辑框呢 我输入一二三四 但是呢 它什么都没有显示啊 也就是没有反馈给用户 我们输入的信息 第三个呢 我输入一二三 然后它显示三个信号 第四个 我输入一二三 它呢也显示一二三 但是当我光标离开它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信号 这呢就是 Q-line edit 它的四种回显的模式 AQ-model 第一种呢就是Lormo 普通的方式 最普通的方式 我们输入什么 它就显示什么 第二种呢是Low Echo 也就是不显示 我们不管输入什么 它都不会显示出来 第三种呢就是Password 我们输入什么 它都显示信号 以信号的形式显示出来 第四种呢是Password 的AQ-on edit 也就是我们输入的时候 输入什么显示什么 但是当它失去焦点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信号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 这么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首先呢还是新建一个工程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步一步的来实现这么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新建工程 Application项目选择Application 然后里面选择Q-widget application 然后输入工程名 这里已经存在了 就叫line-edit1 激烈的话 我这里选择main window 然后改一下类名 line-edit 然后创建界面 创建UI 下一步完成 接下来呢就是 参照我们刚才 这一个界面 拖着把这个界面拖着出来 这里呢我们使用 designer界面设计师 把它拖着出来 这样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大家可以看见 其实这里呢也是一个 Q-line-edit一个输入框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图标 我点击它 我刚刚输入了制服了 便被它清除掉了 然后呢这里也有 一个站位的文本 filter 我们差不多就也是实现这么使用这几个接口吧 这里我还是拖入几个编辑框 拖五个进来 然后再拖四个按钮 push button 接下来就是布局 这里呢我把有道关一下 水平布局 然后呢在所有的空间垂直布局 这里呢就和刚刚的界面的话差不多了 然后呢就是 这个是设置编辑框的 这就是设置编辑框的 这个呢很简单 qlite added提供的有一个接口 查找一下叫setplace setplaceholder text这么一个接口 这个就是用来设置它的站位文本 这个接口就是返回编辑框的站位文本 第二个就是设置 编辑框的站位文本 我们使用第二个 直接烤过来 还是首先设置一下它的回线模式吧 set echo mode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参数有可以填哪些 还是使用帮助文档 查找一下 接口set echo mode 然后这里找到了 这里有四种我们首先使用第一种low echo 这里回显字站位字符了我们也显示 我们标准辑的 这一种是norm 这里有一个分号 然后是第二个编辑框 回显模式 low echo 站位制服 站位的文本 第三个 编辑框 这种其实就已经转变成一种体力活了 已经不属于技术活了 拷贝复制粘贴拷贝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是第四个编辑框 c的echo model 然后呢是给最后一个编辑框加一个icon 这里呢我们首先还是加入库文件投文件q action 然后呢还有一个iconicon的投文件也把它加进来 然后呢就是定一个q action 定一个指针 6一个实力化 然后呢就是给这一个action设置一个图标 但是这里呢我们还是还没有啊 减资源文件 所以呢还是首先建一个资源文件 新建文件qt 选择qtresource fill 那我们就名称就叫icon 那我们就名称就叫icon吧 这里呢桌面上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图标 然后我把它拷贝到我们工程所在的目录 新建一个文件夹 专门用来存放图标叫icon 然后把我们刚刚的图标拷贝过来 然后呢就是添加图标把它添加到我们工程里面来 这样就可以使用我们项目中的图标了 icon文件夹 然后这个图标 然后这个图标叫什么名字图标看一下 cleer icon icon 然后呢就是把它放到第五个编辑框上面去 有一个接口叫add action 把这个机构是一个虫载的 可以看见它有两个接口 第一个参数呢是action 一个queueaction的对象 我们把action加进来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是actionparation 也就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吧 actionparation 这里呢 这actionparation也就是说这个按钮的位置放在哪里 第一个呢 leadingparation 也就是把它放在这个编辑框的前面 也就也就把这个icon放到这个编辑框的首部 然后第二个呢是把它放在编辑框的尾部 这里呢我们就还是把这一个烤过来 我们把它放在编辑框的尾部 接下来呢就是加一个超编辑啊清除 清除第五个编辑框的内容 然后又键 添加定义 这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使用qlite edit的一个接口清除它的内容 clear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清除它的内容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action和这个超编辑绑定起来 然后触发它的时候就执行我们写的这个超完数 最后一步呢就是给这四个按钮添加超完数 我们这里呢选择点击选择信号click的也就是我们点击它的时候 清除文本清除对应的编辑框的文本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见使用设计师的话来做界面是非常快的 首先呢还是用一个消息框把编辑框上面的文本显示出来吧 显示出来然后再清除料 消息框的话是qmessagebox 这里我们使用information 根据这一个提示来写它参数 第一个呢是parent 它的副对象 我们这里就使用this 然后它的标题我们叫echo 然后它显示文本呢 这里我们就是这一个编辑框上面的信息 如果获取编辑框的信息呢就是 编辑框 它有一个接口text 这样呢就可以直接获取编辑框上面的信息 然后再清除这个编辑框上面的文本 clear 下面呢全部都拷贝过来 我们代码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代码都是差不多的 对呢改一下 这是 哪一条二 第二个编辑框 这个呢是第三个编辑框 这是第四个 这是第四个 好清除它的文本 这里我们应该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代码 然后编辑框 按住Ctrl键 然后再按键盘上的B 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编辑 有一个问题 icon 这里呢 seed icon 它的参数 应该是一个icon 这里我写出了 然后再来编辑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按住Ctrl 再按键盘上的R键 这样呢就可以快速运行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见 左边的是我们刚刚写出来的代码 右边的是我们先前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写出来的代码 然后我输123 它就显示123 然后第二个是low echo 也就是我输123 它不显示 第三个是password 我输什么呢 它都显示信号 第四个我输入什么 它就显示什么 但是当它失去焦点的时候 它就变成信号 第五个编辑框 我输一串文本 然后点击这一个xx 它就会清除 这个编辑框上面的一段文本 这个呢就是 关于qliteedit 它的呢一个基本的使用 在这里我们就 使用了qliteedit 几个常用的接口 第一种呢就是 设置它的回写模式 set echo model 回写模式呢有四种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种normal low echo password password echo unedit 这四种回写模式 然后就是设置它的站位文本 set place holder text 这么一个接口 还学习了 如何给一个编辑框 加一个action 我们使用的接口是add action 然后可以给这个action设置一个图片 icon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一个icon 显示到这个编辑框上面去 还有一个简单的接口就是 获取编辑框的文本 text 清除它的文本clear 我们这里呢就使用了这 这么几个简单的接口 关于qlite edit 这一个空间使用呢 在qt的室内中呢 也好像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来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 啊这里已经找到了 我们打开它看一下 这个例子肯定是比我讲的这么一个例子也好多了 然后来运行一下 这里编译有点慢 大家请稍等 已经出来了 这个呢也是关于qlite edit它的一个使用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回显模式 是四种 这个呢就是 啊输入 研码 也是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输入的方式 这个呢也是经常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要输入IP啊 啊或者是license啊 还有什么物理地址啊 这些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来设置它 这里面应该是使用正折 正折表达式的形式来控制的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设置 编辑框的 文字类型 这个呢就是设置它是否指图 如果设置指图我们这里是不能输入的 而如果不是指图啊这里呢我们是可以输入的 然后这里就是设置它文本的 一个位置 这个第一个呢是left 第二个呢是center 第三个是right 这个例子呢就讲的非常好 然后讲了关于Q line edit 它这么多接口 这么多接口的使用方法 然后大家可以在Qt提供例子里面呢 看一下这一个例子 在这里面输入line edit 就可以找到这一个例子 谢谢大家观看 好 好 谢谢大家